中国东方航空MU5735航班坠机事故已发生超过48小时 搜救机场人员与飞机残骸工作 因恶劣天气受阻 但好消息是飞机其中一台俗称黑匣子的飞行记录仪已经巡获 搜救单位星期三3月23号下午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巡获黑匣子的消息 人民日报微博称 被找到的这台黑匣子破损严重 暂不确定是数据记录仪还是驾驶舱话音记录仪 目前尚有另一黑匣子有待搜寻 在现场参与搜救报道的记者透露 几名身着橙色外套的工作人员观察着刚刚发现的黑匣子 在拍照后用袋子装好放入一个塑料箱内 记者在飞机试试现场看到 由于持续下雨现场泥泞不堪 搜救人员携带工具全力搜寻 目前指挥部正组织力量全力搜寻另一部黑匣子 23号下午搜救人员已经动用了专业设备 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的区域进行探测 同时将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 扩大搜寻半径 展开拉网式搜寻 据悉 试试飞机装有两个飞行记录器 其中飞行数据记录器安装在客机尾部 记录时长25小时左右 记录参数约1000个左右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安装在货舱尾部 可以记录四个通道的声音 记录时长大约2-3个小时 从坠机事故发生至今 相关消息可以说是从四面八方的涌来 目前关于此次空袋 小编统计了10个已经板上钉钉的确定消息 以及还有5个大家关心的待确定消息 以便关心此事的朋友们 能够更为准确的了解试探的进展 首先 失联时间 坠毁时间 以及坠机地点 已经得到了调查组的确认 北京时间3月21号 14点15分 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在吴州市腾县失联 14点38分 于吴州腾县狼南镇墨狼村上空坠毁 根据中国民航局通报和东航的公告 机上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9人 且没有外机乘客 非常准等多个平台数据显示 事务航班由波音737-800执行 机灵6.7年2015年6月22号交辅东航云南分公司 采用162座两级客舱布局 其中12座商务舱和150座经济舱 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 此次发生事故的是737-800飞机 并非此前因在国际航线上两次事故坠机 而被停飞的737MAX 东航目前已经将公司所有波音737-800执飞航班的飞机 全部控制在地面 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不再执行航班 截止发稿时 目前其他航空公司尚未进行回应 事发时 广西移动网络技术人员李神斌 在事故附近的山上作业 李神斌表示 当时他距事发现场直线距离约200米 听到爆炸声后 他和同事开车赶要事发现场 李神斌说 追击现场没有高山 多是小山丘 追击事故发生后 大约半个小时引发山火 现场所看到的最大残骸 是有东航标识的记忆 接下来是五个网络上广为流传 但依旧需要带确定的消息 如果大家看到这方面的报道 那大概率是不准确的 首先就是伤亡情况尚未披露 与此同时 机上乘客名单也尚未正式公开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实事原因 也正在调查中 而事先有报道披露的飞行轨迹 包括两分钟内骤降数千米 也需要官方的进一步佐证 不过当日 14点20分 该航班的飞行高度为 8869.68米 最后消失于14点22分时 高度为1333.5米 关于客机坠毁前最后的姿态 是否保持机头朝下 也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结果 先前 一段飞机坠毁前的监控画面显示 一架飞机的机头朝下 直线坠向山林中 从视频中看 客机移在空中并未解体 整个坠落过程不超过5秒 不过按照常规操作 所有空难事故的真实原因 都需要依靠黑匣子来解开谜团 现如今 搜救搜索队伍正在努力寻找 第二个黑匣子 等到两个黑匣子都被分解解开数据后 此次空难事故的详实原因 就会真相大白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